你去到1比4的比例 嘩 完全不同 這個質感其實很多朋友都讚他 但他的細節呢 你們在看的是 在看的 你在看的是 大家在看的是 玩具TV Toys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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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具電視 對 香港最 年紀最大的 玩具頻道 年紀最大 玩具TV 2022年 最後一集 25回 第12集 早知道明晚才做 明晚你有空嗎 我們不是今晚做到明晚嗎 是不是 你現在是不是大我聲 人家的地方是他的 你回去很遠的 我走到回家 你一定要討談判 可能要 未必怕 未必怕 好了回到來了 拍著我們現在開播 就25個第12集 大家其實今晚很多東西看 大家在忙著 我們先帶著第一個節目 Good Evening 阿祖 就是 這個ToysGallery的 又是無面超人 Brag 這隻是Brag 這隻等了很久 很久 有粉絲 Brag的藍牙喇叭 哇 這隻等了很久 等了很久 其實老實說 之前在動漫展 訂的朋友已經在派貨 如果是未買的 就向遇到的 不要緊 你只要去 現時的店舖 251 252 就會訂到的 好像很容易記 7次 沒有了 我們現在已經進入 一個自肥的年代 這隻 一向都是自肥 沒有轉過 不過再明顯一點 對 其實這隻的東西 你找些東西 找些手 做個比較 你就會感覺到它這麼棒 玩開Black 通常之前只有12吋 最大隻 你去到1比4的比例 哇 完全不同 那個感覺 這個質感 其實很多朋友都讚 他的雕刻 雖然我們不知是用3D 還是無由 scan 他是做得不錯的 雖然這個是大比例 但是他的細節 不安不火 我這麼說 他不是說不斷壞 一些細節 但是他又 有些特殊片 那種 有些粗糠 粗糠的情況 是 他就做出來 是啊 我記得當時在動漫展 見過他們 有些同事介紹 他就說 因為這個是拿一隻拉伸的 對 拿一隻拉伸做的 然後他就說 日本好像是東映 好像特別對於他們這個皮套的設計 QC特別要求大 所以變成他們盡量 盡可能去還原 就是當年的皮套的設計 其實是的 如果提到之前 Toyce 3另外兩集 有講1號 以及V3 其實不同年代 他們特殊的皮套 都有點分別 而這個Black 你會看到他比較 真的像皮套 對 就是我挺喜歡的 就是Black是我那個年代的 就是霧面超人 是 你會看到他這個 雖然都是眨眼看的 黑色 但是它的層次又不同 就是胸口 那個 就是摸下去 就是他其實都可以做一些粗糧的感覺 就是平紋 他真的有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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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些 他那個摺痕 摺紋 其實全部都勾起出來 是的 或者如果你想看到他 又是有努力 上色 你看看肩膀這個位 肩甲這個甲位 其實你表面上 看到的雕刻 是細節 但是其實 他也有上了高光陰影 如果不是那層次 不會有 就是網內比較舒服 是 你沒有油色 你就覺得便宜 其實他做了一些功夫 但是這些就不太容易 是的 不知道今天有沒有一些 就是看著的朋友喜歡黑色 如果有可以留言說一下 剛才我形容 就是 那些雕刻的細節 和雕刻的細節 其實有做舊化 但是不太舊 如果你留意他 可能再轉到他的胸口 前的銀色的部分 你就會看到他有少少微微的 這些好像 銀色的部分 在腰部 對 就是近胸部 這裏 銀色有少少舊化 但是他做得很輕微 但是又不是說 另一種顏色 所以這些位置其實 都很欺負那個原作 就是Flow Type的設計師 怎樣去做那個Paint Master 因為廠 通常都是有一個廠 有一個板 跟著做 我相信他們公司內部 有些人都是一些粉絲 是的 好像 是不是說他們都很喜歡 很喜歡的 之前他們做叮噹 現在做RIDAR 其實他們都看到 他們真的像一個 玩家向的出發點 是的 所以如果這隻東西出賣 全身1比4 就很棒 有很多朋友這樣說 不過可能 授權 我想他們會再努力談 因為 如果這一彈做得好 大家都會支持 可能他們多了 這個叫做 談判條件 授權商可以談到 一些大脆一點的 或者全身雕像 是的 這個既然是一個雕像 但是現在同時 都有喇叭來的 嗯 那我可以介紹一下 很簡單 其實這裏是一個 很明顯的按鈕 很明顯 你看看 嘩 對 有聲音 有藍牙喇叭 之前我們都試過 這次就不特別試了 找一次第四集 我們就找兩隻喇叭 一起合起來 就有少許多 stereo 的聲音 去給大家聽聽 還有沒有什麼看法 除了中醫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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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給錢 哇 亮了燈 你覺得他亮燈 對嗎 有些朋友 不是每個人 因為他應該特色那些 好像不太亮燈 但有時候各別的相片 或者特寫 他們又真的有亮燈 我真的不太記得 不知道看的網友 記不記得 我記得他坐的電單車 是有亮燈的 眼睛是紅色 但是他有沒有這樣亮燈 我真的不太記得 有師兄問 那個聲效 質素如何 我們之前有試過 那其實今晚因為我 有波到南馬 那個我試一試 不是吧 我到機器 不是 那氣材上有些運命 氣材上比較少 不足夠了 那下次試給大家看 或者你也可以 之前試過又跟大家說 你有沒有滿意 其實可以的 因為我對音響 就不是超高要求 因為大家知道 南馬喇叭 因為那個系統 和系統問題 就不會去到你 HIFI級的水晶 那也是 那可能以南馬喇叭 應該都可以了 吞吞了一點 其實我覺得他這次的設定 就是他這樣具外形 因為我自己本身 就不太擅長半空像 就是想他全身 但是這隻 他的設計 吸引到我 就是他的底座 其實做得很漂亮 是 他的底座 做到一個 有他那個 Logo 又做到一個石 暗暗的 然後做那個半身 有一點像 他做一些設定 就是可能拍套戲 或者做特攝之前 那些圓形師 就不可能要起一個帽 設定是怎樣 就有點像那種擺錢 對 我覺得他有些像 模仿那些 古老銅像 歐洲式那些 通常都有本銅像 有些皇帝 羅馬皇帝 那些 好了 今天我們很豐富 是 講到這麼多 因為今晚起碼有10個項目 哇 歐洲 歐洲